长毛象大约在一万四千年前就消失了 还好科学家找到他们的遗骨并且重建起来 一只被冰冻在俄国长达三万九千年的长毛象 前阵子抵达日本展出 来去看看 一只来自俄罗斯洞土被冰冻了三万九千年的长毛象 抵达日本南部城市横滨进行展览 这只长三公尺的母长毛象名为Yuka 在十岁的时候死亡 三年前在俄罗斯的撒哈共和国被发现 这个展览将让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观赏 连皮毛都保存完整的长毛象遗骸 主办单位表示Yuka的器官不见了 到底是被古人类挖出来 还是现代人利用现代工具取出 只是借对此意见分歧 自1990年代以来 科学家们利用遗骸细胞 多方尝试要富裕长毛象 但是没有人成功过 这个展览将到9月16号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